在新建建案的公社當中 出現了缺失 住戶不願意點交 卻在召開區全會的時候 疑似出現了黑人 爆發了肢體衝突 飯店宴會廳門口爆發激烈肢體衝突 住戶想要進去開區全會 卻被擋在門口 警方貨爆到場 雙方終於冷靜下來 招控打人的黑衣人 警方一查竟然是詐欺通緝犯 最後約有50名住戶 順利進入區全會選出第一屆 管委會 但是住戶要求的公社缺失 還是沒改善 實際來到社區地下室 不只牆壁 連糧都有龜裂漏水的情況 看起來美美的兒童室 閱覽空間 小會議室 住戶控訴 通通是違建 跟買屋時講的都不一樣 但是他卻跟我們說這是 起義室 起義室 兒童遊戲區 回憶室 那我們買 看文宣買到的東西 結果現在全部變成倉庫 只能當倉庫 他們直接把文宣全部下架 現在就說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兒童遊戲區 我們沒有起義室 我們就是給你一個 我們就是給你一個假承 你們自己去使用 線上回應 不知道工作人員中有詐欺犯 日後會加強被警察核 另外住戶反映的問題 將受理管委會訴求協助處理 記者綜合報導